欢迎回来 台湾大街小巷有许多自助餐店 为民众提供了很大方便 我们在这个虚拟摄影棚里面 我们模拟了一个阿方便当店 很多都是像这样传统的店 选完菜 结完账之后才知道价钱 借价方式完全不透明 过去引发了不少纠纷 但是现在不一样 可以透过网路下单 价格标示清楚 点餐有效率 不再需要出门排队 因为热腾腾的便当呢 有专人送到你手上 而对业者来讲 这个做法有一个意外好处 那就是网页结合了金流 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可以掌控店内库存 避免浪费 还可以清楚地掌握客人的口味 颠覆了传统的经营模式 为民众跟业者创造双赢 这边总要送几份 三个楼 三个楼成 分秒必争 餐饮市场竞争激烈 连个便当也要送 外送打向站 听效率 要快又准时 指示基本要求 这边开始有看到他们 我就订他们的 你觉得他们的特色怎么样 不错 赞 特色在什么地方 就是花样多了 菜色多才是西客的最大卖点 他蒸汁过来说 我们稍微再转一下这样 就是 然后就只要稍微翻一下 味料都已经放进去了 就是少少的油跟盐而已 不论是清炒高丽菜 或是手工蔬菜丸 还有酱香茄子 一道又一道菜出个不停 这间蔬食自助餐 每天菜色多达三十几道 所有菜色一字排开 特别的是没有客人来夹菜 通通丢到网路上点餐 我们打破了吃便当的自私概念 你可以自己选菜 想吃什么菜不用出门排队 动动手指头就能搞定 一份麻油煎蛋 外加一份芥兰菜 还有三杯马铃薯 跟芹菜炒豆干 最后再点一碗小碗的五谷饭 价钱不用一百块 多少钱统统透明化 避免传统自助餐 总是像民一般的罕价标准 有消费者PO出正在照片 加了三大盘菜跟肉 竟然要收六百六十元 网路下单自助餐 新型态的便当哲学 除了价钱不用再靠老板 自由心证 还能兼顾食品安全 传统的自助餐 它通常可能就是它的 夹菜的空间是开放的 在来每一个人去夹 每一个人都接触了这个菜 然后我们的模式就是 我们有我们的储物人员 其实在这里食物被污染的机会 已经跟传统的那个 自助餐的方式大大的减少 但配菜通通不一样 也相当于每一份 都是客制化餐盒 无形中也考验着 储物人员的应变能力 姐姐 妳每天包大概几个餐盒 几百个 两三百个都有 两三百个都有 每一个都客制化 妳会不会包到有时候 又忘记哪一个是哪一个 不会 因为它每一个都有单吃 当远端下单的时候 它这里自己会跑单 我们并没有人在这边做空管 依照我们菜台的设定 每一样菜它有固定的家好 所以某一个人他在负责的时候 是不会离开这一个包装区块 就像一条精准的便当生产线 能够有效率的客制化配菜 点餐系统还能结合金流 采用处值消费 更增加顾客黏着度 也能化作大数据分析 从这里可以知道说客户的喜爱 所以我们在上加菜的时候 我们的分量其实是根据 它的消费资料 然后来去做调整的 其实未来你累积到的 一些这些消费数据 它其实是可以做其他的 比如说跟健康产业的一个运用 自助餐 自由配 打破传统旧思维 新的网路营运模式 开启便当经济新局面